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来会被虫子咬肿 对 但是应该穿长裤和登山靴或者是这条膏腰 没想到这儿是这么严厉的地方 就是大家爬这种地方的时候要注意青海 我们的小车在下面等待着我们 有它还是很安心的样子 但是我好像忘了小车了 这个寺叫本爵寺 原本的住持跑路了 现在变成了一个行为艺术地点 看起来 简直在一边 白白 西方 小白 白白 小白 不进来 没啥 你 好 贓 我 超空 私房 好恐怖啊 二楼现在也没有 这个寺庙原来应该挺大的 有重要空调 看着遗留下来的所有的资料 还有藏经之类的吧 他专门就为这事来的是吧 今天是在玩过去的吗 是的 有很多東西 bare 子 Radio 默今熟山に住在 那是你 7 那是 海峡ってどうして好きになったんですか? YouTubeとか見てて行ってみたいなと思って そういうなんか行った後に文章書いたりとか ブログにあげたりとかっていうのはやってるんですか? それはやってないっすね ただもう写真撮って あと会社の友達に見せたり あー 差点沒有 我感觉那邊像是燒我 この上面不是壞子嗎? この上面是ブログ 對對對 是的 對 是 現在遺留下來的不太多了 過去這裏曾經掛滿了這些 都是紫色系的 這裏在互聯網上出名 就是因爲 這個地方 被一個 挺衣服家 占領 然後呢 他把整個的ブログ寺廟 掛滿了內衣 然後定期 他還會更換這裏內衣的顏色和主題 所以 爆火網絡 當然 我們來的時候應該是當地政府 考慮這個 並不是一個非常正面的狀態 所以 應該是清理過了 還有一些殘留在哪裏 這裏的那衣裳 他寫著一些名字 感覺像是一個絕見者的名字 似的 這裏 太適合拍鬼家了 這部的照片 看到他一次 這裏已經是頂樓了 房子完全已經漏掉了 大便已經完全被燒掉了 後面能看到還有一些小店 過去相當大的一次 在這個已經被燒成焦炭的木料和殘源廢把之中 我們繞到了大便的後面 過去的效果還挺旺盛的 從那個照片裏面能看到很多法式 但是就是因為住持的一念之差 畢竟人還是人嘛 貪念起來太可怕了 本爵寺後來在新維衣服家 建成了一個女性內衣的展示道場 然後 我想還有一些隱身寒意吧 我們不太懂 但是這樣的一個結合還真是挺有這個 總是意味的 像這樣的多層建築的廢墟 因為現在已經大概三四年了吧 日本的地方下雨比較多 那個木板經過這個雨季了 都有點軟 所以大家不太建議大家 來這種地方玩面探險 糟了 撿起來看一下 上面用的銅的 是空的 就是像這樣子的排位 还真是有牌位在里面 在日本寺庙是一个墓地 所以很多人会把自己家的这个祖先的牌位供奉在这儿 但是目前这儿完全被毁了 牌位聚集地 关门了 这个地方草非常密 想进去不容易 他应该是想找一个木头 然后去把蜘蛛丝挑开 是有台积和路 只不过荒废很久了 这里面基本什么东西都没有 找到一个沁 这儿应该是过去他们做饭的地方 火塘 这儿合上走的时候 其实把他们的物品还是都是整理了一下 就是时间太长了 现在已经都毁坏殆尽了 这儿应该是不尽家 出来旅行 就要保有一颗好奇心 什么地方都想看一看 他带我们来这 谢谢 谢谢校长